正常染发要200多吗 应该是 他这个染一次才2块钱 对 真的好便宜 先自己一单 来家人们 需要的咱们就下一单 然后支持一下真真 感谢真真 今天真的感谢真真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染发就是我觉得今天晚上 我觉得对我来说 对大宝来说最好用的一个东西 对我来说比较好用的 大宝很多人都笑 大宝有点白头发 大宝他应该笑白头吧 对所以我买的也是那种植物的 因为我的植物的会 比较囤天难的 你有这个 给你用过去 给你拿了 我给你用过去 昨天就不让 你看啊 没有了啊 那一单的拍完啊 没有了拍完了 没有了你给我上一分钟呗 好不好 这个确实 这个确实很实用 对确实实用 那套箱团 咱们就在最后一分钟 我在这边也有事情去了 好不好 好 好 一分钟的时间 就60秒钟 来60秒钟 321上车 好了 好了 这种啊 是很实用的 大宝我们都用得上了 那个棕色我也可以 我妈也好像也是喜欢棕色那种 棕色很显肤色啊 一次啊 男士一次用一到两片 女士用三到五片 这个看头发长短跟多少啊 我跟你讲 呃 很多人也喜欢这个颜色 这个棕色很显肤色 很显年轻 比较时善啊 然后自然黑的话 就是很多男性啊 男性的话喜欢这个自然的黑啊 啊 已经上好了啊 就一分钟 现在已经过去十几秒钟 还有四十几秒钟的时间啊 就没有了啊 嗯 你看 就这个片装 因为它是植物草本东西 不能进空气 所以它用这种片装啊 三十秒钟的时间啊 上车 一盒有三十秒钟的时间 一片 一盒里面有一十二片 四盒里面有四十 对 四盒里面有四十八片 四十八片才九十九 一片才两块多 你就染个头发才两块多 确实挺划算的 这个 以后你别自己去买了 你就用那个真正的这个 就可能不是给你买的 我男朋友好像也是跟他一样的 就是 但是 但是任何人的话 那不可能有真正这个价格 对 我男朋友就 两个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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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嗯 嗯 家人们还有三十秒啊 来没拍家人们 咱们抓你时间 我们已经要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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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很方便吗 这个东西 安全 就是我反正我是比较注重 就是说安全一点 就是说这样是会比较好 外面的可能就不大放心 嗯 嗯 嗯 他们家这个做做这个就做了很多年 做了很多年 99块年四盒48代男士可以染48 不是啊不是啊他们以前不是不是这个价格 不是这个价格 嗯 嗯 我我今天要求大家真的感谢啊 感谢王总感谢谈谈啊 我这边真有事情了 我这次特别记得 那个王总你要记得啊 嗯 我我先把这个车信挂了这里 里面有需要的人 我再挂一分钟好不好 我先 我现在有几次要下来好不好 嗯 嗯 好 嗯 拜拜 拜拜 那个 嗯 嗯 家人们咱们打一波上人好不好 要把这个关了 这个 咱俩 咱俩 咱俩聊聊 嗯 是不是刚才要跟我说什么 我有点紧张 我去 我去 我去一下秀间好不好 嗯 只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嗯 咱们打个上人 然后家人们 有话好好聊啊 有话好好聊啊 有话好好聊 然后 别乱说话 我确实有点紧张 我得去一下洗手间 不好意思家人们 你们跟那个 大宝先生说两句啊 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家人们你们这也太给力了吧 就都 但是他们 他们这个 都是反正 都 挺好的 但是你们这个也太给力了 买了这么多啊 你们是不是一个人买了 就是买了很多单什么的 嗯 我不知道他等一下跟我讲什么 我看的好像有点严肃的样子 但是 但是 怎么感 我怎么感觉 就怎么 有那么多人好像买 好像他卖了挺多的吧 我以为一开始 以为可能就出个 嗯 几单什么的 但是他们 他们的东西确实 怎么回事啊 怎么卡了 还是什么 嗯 嗯 然后就 我也不知道他等一下跟我讲什么吧 是不是讲 讲 他等一下跟我讲什么 你们知道吗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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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啊 哦 他他这个什么车还挂在这边的 你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可以去去买 我刚才也给我给我我妈也买买了一点了 但我不会怎么拍让唐唐给我拍 你们需要的话就也可以买 我觉得他他这个东西还是 我是比较需要的这个东西 就 他 因为他这个我自己外面买了 然后 跟他这个也是 呃 差不多差不多一样的 要两百多的 就一盒 他快来了 他快来了 不知道他想跟我跟我说什么 嗯 你们说一下他想跟我说什么 我的 他喜欢我啊 嗯 嗯 嗯 感觉 嗯 可能 会有一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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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口水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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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刚才那个珍珍 嗯 他你朋友 对 然后他自己搜了我抖音号 嗯 可能是吧 因为我把那个给他看了嘛 你玩抖音吗 嗯 我 没没玩啊 我就是不是没你照片嘛 我就把把我们那个那个 直播那个照片就发给他看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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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就是 嗯 嗯 我直播间这些人都是真人 真人 真人 全部都是真的 嗯 真人 那 那 那你不就是真真 说的什么什么网红啥呀 不是不是什么网红就是 直播间咱们所有家人们咱们都call个1啊 然后给那个给那个王总看一下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啊 你 就是第一次第一次直播的时候 然后那个 因为直播间人比较多 然后我刚去你公司嘛 然后我就怕你看到这么多人 然后我直播的时候 然后我让你出镜 我怕你会有点不自在 然后有点紧张什么的 你这样说我真的是有点紧张 但是你这个为什么不直接跟我 我说你现在要就是这样骗我啊 骗我就是 不是我 我是真的怕你紧张 然后我觉得 但是我确实 嗯怎么怎么这么多人 我确实看了是有点紧张 你们都是真的呢 就是call1的是不用花钱的 不用花钱的是吧 对我之后见call1的都是真人 然后古代灯牌的也是真人 都是真人吗 嗯 嗯 这也太太太太太吓人了吧 恐怖吗 嗯 这个有有点吓人 都几千人都是真人的 就是 嗯 嗯 我还以为真的是什么挂什么什么假人呢 什么什么东西 不是不是 你看现在空一的这些都不是就是 嗯 这样这样我都都不敢不敢播了 就跟他们说话了 嗯 就就 不是机器人的开玩笑了就是 可能 可能有一两个假的吧 反正应该基本上都真的 对 难怪今天这么多人买 对 我还以为说只能出个三五单什么的 然后还还出了出出出了那么多 嗯 然后那个 这里面基本上都是那种 我的叔叔阿姨呀 还有以前我喜欢 嗯 也没有很久吧 就几个月前吧 然后我就开始玩抖音 嗯 然后抖音上面就是认识了很多那种叔叔阿姨 然后 嗯 哥哥姐姐也有 但是叔叔阿姨比较多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就像就把我当女儿一样 嗯 就这种干爸干妈这样子 嗯 嗯 所以说基本上都是我的长辈比较多 嗯 这样子 然后平常我们就是 没事就是我开播会跟家人们聊聊天啊 然后分享分享日常啊 嗯 什么就就这样 然后 但是也不会影响工作什么这样子 嗯 嗯 行啊 我我知道了 嗯 嗯 这样啊对 就是你看家人们说 就是我 我到我们公司了 然后 然后如果我们公司需要 咱们不是做茶叶吗 对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出一份我的力 嗯 这样子 其实也是好事是吧 嗯 对 这是好事是 是 嗯 对的 但是 嗯 没什么 我觉得是好事 没错 这是好事 嗯 嗯 嗯 这里都是我的家人 这样子 然后 嗯 确实没有欺人 我这个事情呢 我也不应该骗你 但是今天晚上我是没想到 因为 我本来想事后跟你说 但是今天你 你朋友就来我直播间啊 然后 就我感觉说 我也演不下去了 家人们就 嗯 就我就说实话吧 好不好 没有茶叶啊 就是说 改天如果去是大宝公司 是做茶叶的嘛 然后我也会帮 嗯 如果需要我的话啊 我们家人就是也会去 这个 这个茶茶叶还可以上上面卖的吗 可以 然后你这个不用管 就是以后 就是我跟公司里面的这个 咱们公司商务对接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 偶尔也可以帮我们就是做做宣传什么的 就也是一个好事 对不对 嗯 你不要紧张 就都是 都是咱们的那个家人 然后基本上都是长辈这样子 嗯 然后他们也都很喜欢你 然后也很喜欢我 所以说 唉 然后我 嗯 就是我怕 真真再去 真真再去讲这个事情 然后就 嗯 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 还是我跟你说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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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还是以后就 其實 有什么都可以说的嘛 这个 这个 真人 假人 我觉得还是直接跟我说就可以了 嗯 但是我 但是真人 我 这么多人 我确实是 是挺紧张的 我也 就 我现在都挺紧张的 不知道我怎么说的 嗯 嗯 嗯 反正这也小事吧 嗯 对吧 哎 我也好紧张 哈哈 但我总总归觉得你 啊 就反正 嗯 以后有什么话呢 就 直直说吧 对不对 嗯 就直接说就行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认识时间 也 不是说很长 然后 我去到你公司 然后 咱俩不熟 我就跟你说 啊 我是 玩抖音 然后我直不见这么多人 我觉得 也没有必要 嗯 然后我们俩就是 出来吃个饭 我跟你说这么多人 你也紧张 嗯 也没什么 我觉得就是 我们两个 越来越熟悉 然后之后 啊 我也会让你更加的了解我 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 嗯 刚认识一个男生 然后就把自己全部 袒露出来 嗯 你 毕竟我觉得女孩子也是要 学会稍微有一点自我保护 这样子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嗯 理解 我是 嗯 可以理解 但是 嗯 我觉得以后还是直接说会好好一点 对 嗯 嗯 没什么 没什么 那你说说了就好 嗯 嗯 那以后我会慢慢的跟你说更多关于我的事情 嗯 那今天就先告诉你这么个秘密好不好 嗯 还有很多秘密 那谁没有点秘密啊 是 那还是家人们 我觉得吧 我们慢慢慢慢来 好吧 就是我也不 你今天晚上会不会睡不着觉啊 嗯 不会 那是不会 但是就是 呃 就是跟大家聊天可能会紧张一点 但是我觉得 嗯 跟他们聊天挺挺开心的 然后跟你一在一起啊 然后跟他们说说话啊 都挺开心的 但是可能久了之后熟悉了 大家熟悉了 就 就 比较自然一点了 就 可能你现在跟我说都是真人 我就是有点突然吧 慢慢来 慢慢来 家人们 不着急 我跟你我跟你讲一口吃不了个大胖子啊 真的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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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了 那那行吧 那你先吃吧 我先出去一下 嗯 那你先吃点东西吧 然后等一下我们 等一下我送你回去吧 嗯 那我先出先走了啊 然后你们跟他聊聊天 我就先出去一下 我就先出去一下 等一下再过来送他送他回去吧 嗯 你们就 嗯 跟他聊吧 嗯 我先走了 拜拜拜拜 拜拜 大家拜拜 嗯 嗯 嗯 家人们不能再说了 你看 以前说了一个这么一个事情 然后 我觉得 我觉得他就挺紧张 挺累啥的 不能再讲了 家人们你们觉得呢 就是 是 确实 确实不行不行不行不能再说了 家人们你们觉得先不要再说了 扣一 觉得今天晚上一次说完了扣二 我觉得还是先 嗯 嗯 先别说了吧 你看 你看 你看本来就两个人蛮开心的 然后结果把这个说完之后 反而就没有那么好 其实你知道吗 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事情发生 我说 我觉得 不管我直播间有多少人 不管 堂堂有钱没钱 堂堂有没有公司 这个跟我们俩的感情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他一开始就是认识的那个我 然后我把我把他现在全部都推翻掉 就对我们两个的感情可能 就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所以我理解家人们很多人说 什么让我还是不要说谎 但是啊就是就是现在这样子我感觉 还是缓一缓吧